这个是我以前17年的双十一 来看这个状态 一秒钟下三四档 电脑开起来是正死机的 今天的双十一 今天就是这就这 啊是个铃铛 双十一要报单 双十一要报单 单呢单呢 拨好的要报单单呢 不敢回家推掉 干鸡毛点上干鸡毛点上 太惨了 今年的双十一几乎成了历年来最财产的一年 前几年只要是每次临近双十一 那我们都值班到业内两点多 那媒体各种热诉广告刷屏 很多年轻人呢 就会提前做各种的攻略 在购物平台上疯狂的下单 今年的双十一真的是冷清的可怕 双十一购物节的热度骤降 啊这个曾经让无数个年轻人为之疯狂的这个狂欢的购物节 怎么就变得这么差了呢 首先呢 如今的电商行业已经变得是百家证明啊 百花切胖的状态 也除了淘气和京东的这个两大巨头啊 半路杀出来的多多和近两年啊 开始发力的这种短视频平台的直播电商啊 他们的表现呢也非常的强劲啊 不管是消费者买家厂商卖家啊 也都有比以前更多的选择 那尤其是这两年啊 才崛起的这个直播电商 让曾经两大巨头的传统电商也不得不改变啊 进行策略 那现在一年12个月 每个月都是低价活动 天天各种折扣出销 像什么服装节呀 电玩节零食节花装品节等等吧 各种话里胡说的节日 没有购物平台做不出来的节日 基本上都是在低价购物节啊 这就支持这个现在双十一消费者 没有以往那种号召力 也没有吸引力 哎 这是你好东江 你不是我儿子幼儿园的那个老师吗 哦 是的 这是你另外另外一份工作呀 嗯 对 老公最新投资 嗯 差点钱 我这部这样子帮帮忙 那你挺辛苦的 先进来吧 嗯 好 明年你老公是不是挺开心的 啊 你这么为他着想 还出来打两份工 他跟我都是一样的 都挺辛苦的 那就祝你们早日上岸 等会给你多加点时间 谢谢 敢说今年的双十一之后 会有一大批的电商还有工厂倒闭 今天才是双十一的第一天 我带你们看一下兄弟们 来 我已经接到十几个工厂的电话了 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他们的退货 我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啊 现在电商的退货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用个简单的话给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卖一百件衣服出去 有九十件都是要给退货的 来 你看一下 现在 还没开始双十一 就已经快倒闭了 以前的双十一 提前准备好吃的 加班 现在 看 准时准点下班 一分钟都不够带 还我们这边 没人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这边 这边就剩我们一个学员在 全部下班 一个人都没有了 虽然单子比平时确实多一点 但是跟前几年就没办法比大哥 真没办法比 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活动还不如没有 附近的工厂最近都在破产 要不就跑路 反正工人在讨工资 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生意怎么样 明年还能不能做 先做着吧 生意的确一年一年难做 去年的双十一是我们加工厂的一个高潮 内销多的做不完 但是今年的双十一都面临着我们有些工厂 都在没事做 都等待着放假 对吧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大家都是算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跑来跑去的 我们的员工自己也要自食量力 你这个平台是人做的吗 你这个平台是人做的吗 我上个月 逃工厂发了一万两千单 实际利润二百九十块钱 紧退款都退了三千块 紧退款都是利润的十倍 你这个平台是人做的吗 奶茶店要么是倒闭了 要么在转让 爷爷不忘茶 也是忘不转让 有点尴尬 前一段时间刚夸过他 打电话问一下 看他废话 原来不是爷爷不忘茶在转让 是他旁边洗茶在转让 电话问了一下 转让费三十 一年租金四十 也就是你这个店还没开的时候 一把手七十万已经出去了 这是杭州宾江的一个美食街 叫拉喜街 这个商圈 如果奶茶店做不下去 那餐饮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我不知道该跟谁说 我跟朋友说 朋友说你现在不能量太多了 你去做一点积极的事情 放过去 我之前特别特别的向上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去健身 我健身好长时间了 他们让我去做点积极的事情 我觉得不是我不错 积极的事情 是我去做了那些 看似积极的事情 我也找不到状态 不知道自己现在能做什么了 太糟糕了 你说两千六的工作 感觉日子都没盼头了 好多哥姐们给我建议 还有些说我啥都不会 还闲着闲哪 其实我真不是嫌弃什么工作 你让我做保洁保安 我都能接受 就能不能稍微多给那么一点点 就两千六百块钱 一天一百都不到 你现在出去吃顿饭 还得多少钱呢 你一吃几天的工资又没了 然后这些年交的学费 还有父母给的生活费 就是最后起早探黑 就为了找一个一百块钱都不到的 你们干了十多年的奥迪倒闭了 我也失业了 人生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